火箭少女101即将毕业 告别倒计时 小姐姐们未来可期 但她们的合约期只有两年 与其他正式组合不同 她们来自不同的公司 因此她们与节目签订长达两年 作为火箭少女101的成员进行活动 到期即解散 火箭少女101的一首《成名曲卡路里》 是电影《西红柿》首副的主题曲 不过火箭少女101这个女团 一路走来受到不少的质疑 其中杨超越被骂得有够惨的 很多网友对杨超越凭什么 拿到第三的牌位发起疑问 对创造101的赛制的公开度和透明度不满 作为火箭少女101的中心位的孟美琪 以及成员之一的吴轩宜 选择参与公司活动而放弃现任位置 那么火箭少女101成团的意义何在呢 两年过去了 火箭少女101也进入毕业倒计时 面对她们的告别演唱会 她们没日没夜地练习着 只为给粉丝带来最精彩的表演 字幕后中文 李际欧阳